这几天,天气突然变得好冷呀,浓浓的秋衣袭来,Fred知道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我分享秋季穿搭了,哈哈,说到秋季搭屁我最常穿的就是卫衣,这个搭屁真的是怎么穿都好看,重点还可以穿到冬天,也没问题,那么卫衣应该怎么搭,才会摆脱普通老系的客户? 今天Fred就跟大家来聊聊卫衣,那些可人的搭发卫衣加短裤01气温还不是很冷的时候,卫衣搭配短裤可是又营造大长腿的效果,一点点小的性感,轻松抵挡着气温差大的韧性,也是一看就是非常休闲又青春的搭配,非常适合出街或者约会,如果你想要更加的突出大长腿,那么可以选择长款的卫衣,下半身失踪吧, 非常适合你哦,卫衣加长裤02卫衣搭配裤装,应该是非常常见的搭配了吧,如果演员的款的卫衣想穿的好看,不妨搭配一条韧性的牛仔裤吧,除了三名牛仔裤,黑色牵笔裤也是大家衣出必备的搭配了吧, 这种白套单品最适合懒人了,出门随便一套就可以了,宽松舒适,的卫衣搭配肉肉鲜兽的可腿裤,帅气感不用说了,鲜兽也是一流卫衣加半群03卫衣跟半群搭配,是我最喜欢的搭配了,我自己本身在今年也收藏了很多相关的搭配,想赶紧给你们看看, 做Victoria Beckham,20184U,POSE1961-20184M,AXAMEDA,20184秀场,像这种搭配在今年也非常常见,简单高级的造型,放到日常也能时髦出街唇色的迷你短裙跟字幕卫衣很搭,非常适合日常穿着,搭配简单裙或者夸张配色的卫衣都可以很好的消化,搭配碎花瓣裙是我很喜欢的穿吧, 比较适合腿型,没那么好看,或者是腿比较粗的女孩子,街头和女人为的完美结合,想要更加革新一点的,可以在裙子上下功夫融入开唱的黑色半裙,让整体多了一些随心的小性感,又固又美味一群袈裟裙是厚重与轻盈的碰撞,舒适的修旋风间,又增添了一丝少女的灵动,超级喜欢美妙看了这么多的卫衣穿呆, 不知道小仙女们,有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大佩呢,有的话留言去告诉Freda 哦,那咱们回见 有没有,没有,没那么多的卫衣穿员,也要出现出的不少的卫衣穿员, 所以的人际上没有,我们想要整体多了起来,要还能够有西部长 véritable段的卫衣穿员, 还有建立下 sig的高性感,又有充满的这种卫衣穿员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